歡迎觀眾朋友繼續在關心細心新聞 嘉義藝術家 王文綺 再度受到搖廁 參加日本賴戶內國際藝術家 和教日本小豆島中山川的疾病 作揮用五千幾的竹子 創造出大型藝術作品 小豆島之光 在賴戶內藝術家 有來自國際200多的藝術品 王文綺是台灣唯一參與電視的藝術家 和日本利用藝術進行一次的國際外交 明山鄉的藝術家 王文綺 需要參加日本的奈婦內國際藝術 在小豆島中山川 製作大型的總地藝術品 小豆島之光 因為當地是姓山竹子 和明山鄉是精修祥 王文綺是利用當地五千幾的竹子 好教到村民藝術作回來創造 在製作過程當中 我會很感動 因為中山村的村民 就是都來幫忙那個砍竹子 還有那個weekend的時候 就是做夢的時候 有很多義工 有很多他們在政府單位上班的那些人 還有一些上班族 整個叫三四四個人來一起幫忙砍竹子 一起編那個作品 所以在那邊做作品 你覺得說很好就是參與的人數很多 他們對作品的一種相信力 對作品的一種 一個藝術品的一種能量 可以讓在地的基品去靈寂 這是王文綺第二度參加內府內各個技術者 小豆島之光是演織頂概的作品 小豆島之家是在處受到好病 這個作品在暗面是暫風到燈光 就連當地修正頭的景色是相當的浪漫 而且小豆島之光不只是一個藝術品 竟可以作為表演的頂層 先為中山村公民看表演這回的地方 尤其在中山村 中山村它有很多 其實原來都不清楚什麼是當代藝術的村民 可是經過這個作品以後 他們認同他們喜歡當代藝術 他們認同整個辦藝術季 造成有很多效應 因為是二都來跟日本中山村 創作過程跟當地的公民 建立良好的情依 我們只要跟日本的民眾 分享到台灣的文化 發現到中山村 含為山鄉的太平 有政政在共同地式 希望未來相逢 能夠連結成為自媒社區 進行到文化交流 那我們想說 可以如把上次 像我們在太平村看到那個竹葉團 跟竹子有關係的那個樂器 那他們表演的那個水準都很高很棒 那如果可以在我作品裡面做一個表演 我們把這個竹葉團 帶到中山村劑 讓他們知道說台灣的 那麼棒的那個樂團 那他們有農村國舞劑 如果說有可能的話 我們把他們農村國舞劑那個表演 我們帶到我們這個 這個讓我們鄉親可以看到 日本的內府內國際藝術者 有來自世界200多位的藝術家 李翁文就是台灣 唯一需要參加的藝術家 親立當地的創作方式 也得到日本為替的報道和關注 經為台日相逢 建立良好的優惠 也看到台灣藝術家 在國際的舞台來讚好營養 最近新聞大概花明三天 蔡宏博德 至少